实在是等了好久 光阳的电动机车终于正式在台湾发表了 而这场发表会也邀请到全台湾各地的经销商一起来共襄盛举 而光阳也在这场的发表会上宣布 他们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推出轻型的电动机车 普通重型以及大型重型的电动机车 来提供给消费者各种不同的选择 在发表会上光阳也表示 台湾将是第一个优先上市的市场 而首波会推出两款不同的车型 第一款是Newmanning 110 EV 它的急速是59公里 记住是急速 也就是它最高的速度是59公里 预计8月份会推出 而总共有三种不同的颜色 以及两种不同的车型 这两种不同的车型呢 分别是Newmanning 110 EV的Noodle导航版 它的原价是79,800元 如果扣除政府最高的补助额之后呢 可以用47,800元来骑回家 另外一个版本则是Newmanning 110 EV的都会版 它的原价呢是74,800元 如果用政府最高额的补助的话 最低可以用42,800元来骑回家 而你应该会很好奇 Newmanning 10 EV的Noodle导航版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呢 Newmanning 10 EV这个是光阳所开发的一套车联网系统 在光阳旗下部分的汽油机车上 也有搭载这样的一套系统 它可以让你透过手机进行设定之后呢 把导航的路线投射在这个仪表板上面 让你骑机车的时候 也可以方便来进行一些导航 让你可以游山玩水走闯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套很方便的系统 而在Newmanning 110 EV上面呢 就有搭载了一套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然这必须要选购Noodle导航版才有哦 至于另外一个版本的电动机车呢 它的名称则叫做NICE 100 EV 跟刚刚的Newmanning 110 EV呢 最大的不同则在于 它的动力表现上是有略微下降的 而急速的部分 急速哦 最高的时速是45公里 预计呢会在10月份的时候进行上市 而它总共会提供4种不同的颜色 来提供给消费者做选择 除了动力表现上稍微有些不同之外呢 在车型的设计以及大小部分 也有些些的不同 就看消费者怎么做选择咯 而NICE 100 EV呢 预计在10月份上市 它的原价是61800元 假如你不小心户籍在桃园 又加上不小心有二行程机车 可以淘汰进行补助 那么它的价格最低 可以到29800就可以骑回家哦 好 看到这里的话 相信你已经开始对这两台电动机车 有一点点稍微了解了吧 不过我们也听到网友有反应说 这两台车型看起来速度好像不快耶 一台的时速呢是59公里 而且是最高哦 另外一台的时速则是45公里 那么这两台车型看起来 并不是性能取向 如果我想要更快的速度的一个电动机车 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光阳前面也提到了 他们后面还会推出普通重型 以及大型重型的电动机车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吧 是的 毕竟车款嘛 会不断的推成初心啊 由于它是电动机车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它的充电是不是这么方便呢 刚刚所看到两款光阳的电动机车 它通通内建了核心电池 以及双电池夹的设计 在买车之后呢 除了内建的核心电池之外 另外会附赠一颗Ionet的电池给你 而这颗电池必须要负担 每个月299元的月租费 配合标准配件里面附赠给你的这个 双用充电组 你就可以在家里替你的Ionet的电池 进行充电啰 所以当你停好车之后 你可以把这颗重量大约5公斤的电池 把它带回家里面自行的进行充电 另外呢 你也可以把这条线拆开之后 只拿这个线组的部分 插在车库或者是停车场的部分 直接拉到车上面 来替你的这个电动机车进行充电 换句话说呢 在光阳的设计里面 充电是让你在家自己进行的 不管透过做充 或者是这个线充的方式 通通随车附赠给你 让你在家爱怎么充就怎么充 而且除了在家里面充电之外 你也可以带着这个充电器 在外面找插头 或者是使用公共的充电插座 来进行充电 所以这都是相当方便的 而你也不用另外付出充电的费用 自己在家里面充就可以了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这一颗电池从没有电到充到宝 必须经过4个小时 所以在外充电其实也不见得这么方便 那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当然有啰 还记得小旭前面有提到吗 这两款电动机车呢 都具备双电池夹的设计 买车的时候附赠一颗电池给你 另外一个空间 你则可以另外再租一颗电池 那只要再负担299元 你就可以拥有两颗电池 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拥有更长的骑程时间啰 不过这也表示 你必须负担299乘以2 也就是598元的这样的月租费 划不划算 需不需要 那如果我没有多住一颗电池 可是我在外面又没有电了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全台湾总共有超过1600家的 Kinko电动车的一个服务据点 那么这其实也就是 全台湾各地的光阳经销商啦 总共超过1600个据点 你可以把你的电池 直接交给经销商 来帮你充电 而且经销商的充电器呢 它是支援的快速充电 换句话说呢 整个充电速度 会比你家用的那一颗要来的快 只要一个小时 就可以帮你把电池充满了哦 嗯等等 你是说 我要把电池放在经销商那边充电 一个小时 没错 不用惊慌 就是要等一个小时 不过呢 还记得前面有提到吗 这电动车上面有内建核心电池 也就是车上 其实还有另外一颗电池 是可以让你继续使用的 所以在你把IoNet的这颗电池 交给经销商进行充电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骑着车 到隔壁买个便当 吃个饭 或者去办个事情再回来哦 不过小旭还是要提醒你啦 内建的核心电池 它的容量其实并没有很大 所以呢 真的就只能够到附近去办个事情 记得一个小时之后要回来哦 不能够骑太远 不然在路上就会顾路了 这样子很麻烦的 除了到经销商充电之外呢 如果我到了一些旅游景点 或者是到了一些没有经销商的地方 这时候怎么办呢 光阳表示呢 未来会在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 增加IoNet的充电服务网 来替消费者进行充电 而这个地方又另外要注意啦 这是充电哦 并不是换电 所以说你可以把电池放进去充电 但是记得要回来拿回你的电池 而且呢 在充电的过程中 你必须等待之外 你也不可以骑太远 以免核心电池的电源用完 回不来 那就麻烦咯 为了避免以上尴尬的情况发生 也同时满足突然有长途 騎乘需求的消费者需求 光阳也推出了电池出租站 这样的一个服务 在出租站上面 你可以租用这种橘红色版本的 这个电池 它是属于日租型的 每天是40块新台币 所以你租用它之后 装到你的第二个电池夹上面 你就可以进行长途的騎乘啰 那如果假如你真的要骑很远 很远很远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同时租用4颗电池 1颗放在电池夹上面 另外3颗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 最远你可以骑到200公里 但是这是在时速30的状态下 这个日租型的电池 一样可以在经销商 或者是电池充电扇上面 进行充电 每次是10块钱 1颗10块钱 租1颗40块 所以这就看你的自己的需求 来做决定 当然你也可以带着买车时候 所附贞的充电器 放在行李箱里面 在外面找共享插座 或者是找店家来帮你充电 也可以 以上看完了小旭 针对光阳的换电系统 以及两款新的电动机车 简单介绍之后 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一小旭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谁好或谁坏的问题 很明显看到光阳的换电系统 跟Gogoro的换电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取向 至于谁好或谁坏 就交给消费者自行依据自己的需求 来做决定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New Mani 110 EV跟Nice 100 EV 它都是比较偏向短距离需求者 而且车速的部分也没有到这么快 所以其实个人觉得 也比较偏向买菜车的形式 因为毕竟它的车型以及车型 都比较偏向实用性的一个设计 不管置物空间也好 或者是整体的操作机能来说 都是比较偏向都会型的用车 所以怎么选 就交给消费者自行的去做决定 不管怎么样 不同的厂商 你们就彼此去竞争吧 彼此去战斗吧 我想这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因为你们就可以推出更好的产品 推出更多的车型 提供给消费者来做选择啰 好 以上就是小旭 针对光阳的电动机车 所做的简单介绍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你有任何的意见 想要表达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哦 我是iFence的林小旭 感谢您的收看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